嗨 哈囉 我是剛洗好頭 誰想到底剛洗好頭 沒有啦還是要這樣 我是剛洗好頭 有點性感的小高 而且還沒有穿褲子 你看這個小褲 好 我們等一下要去看那個 沙丘2 那我們要來試試看 我們不回顧沙丘1的話 還能想起來多少的 沙丘到底在演什麼 對 因為我看了一下沙丘1是2021年的片 2124 3年前 3年那麼久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說說 你覺得印象中沙丘到底在演什麼 誰先 沙丘有一個捲頭髮的女主角 然後她的是藍眼睛的 對 你的皮膚有點黑 對 然後男主角 不知道為什麼要跟她媽媽穿越沙漠去哪個地方 嗯 然後 請那個女主角 帶她們去穿越沙漠 好 好 到這裡嗎 然後 她們那個年代 好像是 是古老嗎 還是又很科技 她歪太孔就對了 但是又古老又科技的感覺 嗯 嗯 嗯 就這樣吧 嗯 但是她們到底要幹嘛 哈哈哈哈 好幫我 你知道她們要幹嘛嗎 就是齁 我記得一開始有一個帝國 嗯 然後帝國有像星際大戰那種 阿兵哥 嗯 然後她們做太空 帝國統治 嗯 對 然後她們做太空船這樣子 紅紅紅紅紅的 有一個 好像有一個帝王 還有一個 有一個像 胖胖的 胖胖的帝王 胖胖的帝王 好像 進在一個 生化草裡面那種感覺 所以是 一個帝國皇帝的那種感覺 喔 然後 男主角她們在一個沙漠裡面 嗯 廢話應該叫撒丘嘛 嗯 然後 有香料 有香料嗎 有啊 他們就是撈沙子 有點像掏鏡的感覺 哈哈 像是掏沙 香料 嗯 然後 然後 然後咧 不是啊 這個大 這個沙丘的大綱是什麼 啊 男主角她們好像是 一個 軍人世家 還是貴族的小孩 但是被追殺 對 對 他們為什麼被追殺 為什麼呢 那我們這樣等一下有辦法去看撒丘2嗎 感覺 好像 這樣講好像很無聊的電影 被我一講 這部電影變得很難看的感覺 好像很無聊 不知道重點 反正我們就是要堅持 不要看前集提要 然後去看第二集這樣 還是看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這樣會很浪費大家三分鐘看這部片嗎 有點浪費 因為還是不知道依在顏色嗎 對對對 好啦好啦 反正你久了就習慣了啦 好啦 掰撲 哈哈哈哈 ⑽